走到路上走着走着 怎么一旁的水沟盖全都开了起来 还以为是清水沟 但其实是被民众敲起来 这场景就发生在 基隆市爱一路及仁岳路上 附近店家反映 10号清晨4点多开店时 就发现整排水沟盖已经被打开 警方接获通报后 也随即调阅监视器 才发现原来是一名痴性男子 走在仁岳路上 沿线徒手掀起至少约三面水沟盖 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 男子公称因为缺钱花用 才拉开水沟盖要找硬币 但无功而返就没有再盖上 环保局人员及时发现 马上恢复原状 避免有人受伤 其实部分水沟盖孔隙大 民众走在路上 也很容易掉东西进去 过去新北市环保局就曾经统计 包括钥匙 耳机 手机 卡片 戒指 位居前五名 其他甚至还出现过子弹 枪支零件和刀械 实际回到现场 打开水沟盖 其实重量都不轻 依据不同材质 从二十到三十公斤到一百公斤的水沟盖都有 提醒民众如果东西掉进水沟盖 也可以向清洁队求助协助寻找 这回男子只因为缺钱花用 就跑到街上打开水沟盖 想要找钱 这下遭到法办 TV新闻 事前员刘新辉杨琪 基隆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